课题共七个字 我们可以像读西言诗句那样 读出停顿 读好节奏 听老师读 青山处处 埋中鼓 同学们试一试 这篇课文由两个不同的场景组成 接下来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 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 读完之后想一想 课文的两个部分分别写了什么内容 开始 读完之后想一想 咻 Utah 冲页 回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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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是不是读准了 暗是阴暗 暗然就是指 心里不舒服 情绪低落的样子 我们理解了意思 再把这四个字 是火 中间 下半部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好 除了这四个字 感谢观看 有没有发现 1950年 他和一件事 这四个字 同学们 找出描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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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一看 暗 暗 暗 一副的呼唤爱子的名字 单从这处语言 你体会到毛主席怎样的内心呢 是啊 非常爱着他的儿子 非常不舍得儿子的离去 感到十分的悲痛 大家看 课文说毛主席是情不自禁的喃喃着 喃喃 是形容连续不断的低声的说话 毛主席情不自禁的喃喃着 暗音 暗音 他抑制不住的情是什么呢 我想 就是对他儿子那份深深的爱吧 同学们 再关注毛主席这里的动作和审态 你看 主席动作的细节是 用食指按住紧锁的眉头 眉头紧锁 用食指按住 你能体会到毛主席怎样的内心呢 没错 悲痛 伤心 痛不欲生 能把我们刚才理解到的 送进句子里去读出来吗 请同学们读一读 老师也想读一读 暗音 暗音 毛主席用食指按着紧锁的眉头 情不自禁的 喃喃着 从这处语言 动作 以及神态当中 我们已经体会到了 毛主席 作为一位父亲 非常爱着他的儿子 舍不得爱子离去 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这样的一种情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学们 刚才我们是抓住动作语言 神态出的细节 体会到了毛主席 作为一位父亲 无比悲痛的心情 老师还想教同学们一种方法 那就是联系上下文 同学们看 联系前面的文字 你可能还会有更深的体会 请同学们读一读 画横线部分的句子 开始 读完之后 你们有什么新的体会吗 在毛主席 用食指按住紧锁的眉头 情不至今的喃喃自语 按音 按音的时候 他内心在想什么呢 是啊 他可能在想 以前 按音出去留学 按音去农村锻炼 每一次 都平平安安地回到了我的身边 这一次 怎么就回不来了呢 他可能还会想 按音这孩子 从小 都吃了很多苦 我也没有怎么 尽过一位父亲的责任 可如今 如今他不在了 我是不是当时 不应该让他去朝鲜参战了 同学们发现了吗 把前面的文字联系起来 我们对主席内心的体会 就变得更加的丰厚了 咱们就把这样的体会 送进文字里 把这段话 完整地 读一读 请同学们开始朗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刚才是怎么体会主席的内心的 首先 我们找到了描写毛主席动作语言神态的语句 然后我们抓住了动作语言神态中的细节 体会人物的内心 再后来我们又联系了上文 丰富了自己的体会 这节课 我们通过课文的第一部分 感受到了毛主席 作为一位父亲 失去爱子之后 内心无比悲痛的心情 下节课 我们还将走进课文的第二部分 继续体会 屏幕上 是我给同学们留的作业 第一项作业是 请同学们抄写本课的词语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选择抄写的变数 第二项是 请同学们查找一到两个 历史上为国捐躯的英雄儿女的故事 体会青山处处埋中谷 和虚马格果失环的含义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